父亲 母亲 好 好啊 你去吧 要小心的 出城门走浅滩 有一条小路 可以赶上大墓 女儿知道 我走过 仙侠官是李伟在把守 告诉森儿 不要多问 如果 如果李伟胆敢无礼 那就杀了他 老爷 小女子知道 要想事成 不管好事还是坏事 就得心狠手辣 对吗 老爷 你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李伟的剑术高超 他的左手能杀人 邱云 把我的水牛皮护胸拿来 是 老爷 好 你让他穿上 美娘 一定要把花带到 让森儿 平安地回来 嗯 孩儿告辞 知龙 这个李伟 到底是谁啊 究竟 是怎么回事啊 他从小就是大墓的同窗 关系很不错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 行了 别再多问了 哎 博言呐 你看事到如今 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国姓爷去了仙霞关 太师爷可从帐下挑选精兵勇将 从速追赶 在余令各府周县 从中阻拦不得放过 蔡大人 这刑事 你看师父欠妥啊 国姓爷去了仙霞关了 可他随身辟邪有皇上御旨啊 何况他又是太师爷的独子啊 哼 太师爷 您不觉得昨夜之事出的有些太蹊跷吗 嗯 昨天晚上府中来客甚多 下官司之 是否与他们有什么干系啊 哼 昨夜府中的深刻只有周贺之一个人 好像跟他没什么干系吧 终于周贺之无干 但与二红兄弟恐非不是吧 诶 我言过虑了 红葵是我的兄弟和爱将 他怎么能干这种欺主的事呢 二红兄弟素日宇成功有来往 再加上昨天晚上 他们在府中各处盘缓 确实令人生疑啊 嗯 再者 国公府门径森严 外人气得入内 俗话说 没有加逆引不来外贼 还望太师爷散思啊 嗯 不可草木皆兵 哎 武庆言 后面追了一个人 把他拦住 是 快点 走 走 快点 走 郭姓爷 抓了个奸细 把他面部摘下 是 郭姓爷当心 还背着兵器 是你 是啊 你们都退下 是 美娘拜见国姓爷 你不在家伺候母亲 跟着我干什么 给 父亲让你穿上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父亲只说让你穿上他 这件护胸 跟了父亲三十年了 比我都年长 到底怎么回事 老爷说 那守官总督 剑术高明 他国姓爷吃亏啊 另一位剑法高明 因此父亲 送我护胸 他要是对你无礼 你就 杀了他 县下官 一万三千人 全都给他统下 可是又让我杀他 退下 这外面都是兵 你让我往哪儿退啊 你已经完成你的使命了 回去吧 回去 回哪儿去啊 这荒野菊白里地 你让我怎么回去啊 你怎么来的 就怎么回去 我要是不走呢 你不走 我就敢军阀处置 好厉害的国姓爷 我就是不走呢 这是军事要地 不是南远楼 郭姓爷 想不到你 你 对不起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就走 美娘 我刚才就不要记忆 不过你还得走 猪霸万里 莫将贷 送美娘 莫将尊址 走就走 美娘姑娘 美娘姑娘 请 美娘姑娘 美娘姑娘 请 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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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大将军 坐 好 尹大人 此事下官太为难了 前次广信一事 我就险些被皇上砍头 多亏我叔父 以官担保 方保住我性命 虽免去一死 但也无职无权 您说说 我叔父上个月 才委派下官来死 就遇上他了 侦探娘的是冤家陆宅 郑大将军 以我看 一点都不难 太师爷说了 拦住国姓爷 官升三级 赏金三千 我看 您的好运气来了 成功太妃等闲之人 弄不好 又是第二个光心 我倒是有一计 您既可不费垂灰之力 又可以抓到国姓爷 而且还可以送到太师爷的府中 君士有何妙计 你快快说来 您可在家中备好酒宴 等候国姓爷 在您的酒中放好迷魂药 而且仗前仗后 您布下伏兵百人 到那个时候 他酒后 药性发作 您可以不费一刀一枪 您即可抓获 国姓爷 此机妙是妙 可我与成功之间有息 他定会为加防范 他要是不入此圈套 又该如何 哎呀 郑大将军 不要着急嘛 我一计不成 必有二计 你可在东山埋下伏兵一百 等候国姓爷 国姓爷他去仙霞 必然经过此路 你可以让伏兵埋下半马锁 即使国姓爷他有非天的本事 他也难以逃脱 到那时 我引大海带着追兵上万 已经赶到呢 咱们一起去援救国姓爷 到那时 你既不得罪国姓爷 而且又立了大功 两全其美 你何乐而不为呢 那好 事不宜迟 下官这就速派人去东山 打电那群草莽山贼 只要他们不伤害成功 一切听从其变 好好 请请 请请 爸 爸 国姓爷到 这现在何处 在宅门外 这怎么来的这么快 大事 快快快 快快快 去 去 请请 请请 不知兄长你何时来此救任的呀 上个月 今天贤帝寄到余兄军寨 何不令人马少些 余兄已经在这略被小拙 一为贺喜 二为喜臣 三为过序兄弟之意 望兄弟万物推辞 人兄的情意我心领了 我师父重任 不敢耽搁呀 待来日 略得闲暇时 定与人兄畅饮叙旧啊 永贵 被麻 是 今天天色已晚 贤帝何不就在营中小宿一休 明天一早再继承 也不为迟嘛 小弟更不敢从命了 今天见到人兄 此情足矣 我这就告辞了 哎呀 哎呀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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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见大墓 被一个大憨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母亲 菩萨保佑 保佑我的僧儿 母亲 你别担忧 国姓爷 他一定会收复边关 平安回来的 纤细 真的是委屈你了 你的福 也太 大牧 他真是为国报效 才留下你一个人在家的 我知道 我虽然不懂战场上的事情 但是 复唱复随 我还是明白的 我就是恨自己 不能跟着国姓爷 前去边关 为他分担忧愁 我 东方花主耶 让你一个人独守空房 真的是委屈你了 母亲 您别这么说了 国姓爷 他领兵亲征 以身报国 文天祥的正气歌里也 天地英雄气 千秋上凛然 那黄老夫人 能分家抗亲 英姑妹妹 能为国捐躯 我也应该为夫君 竟敢笑 能有你这样的闲息 我真是为大牧高兴啊 母亲 你先去吧 要不这样 我去给您煮碗汤 补补气吧 不用了 能有你这样的闲息 陪伴着我 我已经很高兴了 去吧 爱 爱 好 好 我请你 我请你 郭幸迷 郭幸迷 你们怎么进来的 刚好从今时 我们就躲避起来了 这不 等天黑之后 才不会来救我们 迁救我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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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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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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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教室 过去看看 郭兴爷 怎么没动气了 是啊 干灰猪霸 你带兵上那边看看 好 勇贵 你带兵上那边看看 好 是 走 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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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还是没死 是黄豹救了我 你真是大难不死 郭兴爷 你兄弟正良要害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和陈将军去救你的时候 在窗户下 听那两个草寇说的 很傻子没能宰了他 你怎么样 来 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来 慢慢起来 任兄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不是人 正良 广信之战 你贪生怕死 遗物战绩 是翠莲一家罹难 全军父母 你知不知罪 我 那天太师爷不是已经在皇上面前 已经饱了于兄了吗 何必再提呀 回我当初 本应该揍起皇上 要了你的小命 贤弟 你看在我的负罪 对你的恩德上 你就再饶了于兄一回吧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为敌 阻拦我前去仙霞关救任 写些要了我等的命 你再次一无战绩 该当何罪 我 我 两罪并罚 来人哪 让正联拿下 是 走 为保以王的朝廷 正成功 你六亲不认哪 你杀我一个正联 你有何能呢 你能杀得了乡亲的几万将士吗 你杀得了生你养你的父亲吗 财务 我 财务 你看 那就是仙霞关的走风了 多破山河在 这仙侠岭啊 素有天下铁闸之称啊 奴才是本地人 对这一带 闭着眼睛也能认得出 郭欣妍 您看 这个仙侠岭已难哪 大大小小总共有六个岭 其中南边的岭叫路头岭 那边叫鼠岭 那边呢是大头岭和小头岭 其中呢 属仙侠岭又大又险 不许 你看这是关键 打人了 你们这帮畜生 你 你是干什么的 给我捡进来 你们这帮畜生 警兵就要打来了 你们还打山鸡 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老子是守关的 守关的 有关不守 去打山鸡 你们的将官是谁 你帮我给捡起来 把老子山鸡给扔了 捡起来 你捡不捡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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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上 住手 不要再打了 饶了他们的命 以后算账 张鸡 住手 休等到请 这不是国 大梦 你怎么来的 走 让我回载 让我回载 停 好 行 不行 来了太好了 张继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杀出来了呢 别提了 最近清军呢 已经逼近了仙下官 可不知为什么 仙下官总督李伟 明知敌情 却带头去围山授掠 宋恿他的部下 大山鸡 少野味 你就说 刚才那个小孝 林地里是我的部下 暗地里却听他李伟的 根本不把我碰到眼里 今天早晨 他又带着去围山狩猎 我看着他们带伤回来 真他娘的借我心头之恨呢 来 请 哎呀 这下你活性也来 好啊 仙下官定能转危为安 刚才那件事情啊 你别生气 我一会命人 去将那混账小孝杀掉 我给你出出气 哎 张静 且慢 走吧 张静 你不如这样做 好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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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国姓爷呀 你从小就有诏书 小弟可是佩服之志 小弟啊 定案你一计行事 张静 我想谈一谈 仙下官的房屋问题 哼 什么残量的房屋 如同儿戏 明天啊 明天啊 你自己去查看查看就知道了 哎 张静 嗯 我听说 侍郎也在这里 哼 侍郎 还不是和我一样 独有将爷之名 英雄啊 无用武之地啊 整个仙下官 有多少士兵啊 不足五千 哎 国姓爷 还有让你吃惊的呢 仙下官大小关卡两百余处 可以有的关卡 连个人毛也没有 就说这六大关嘛 哼 每关也不足 五六百人 仙下官八百人 现在 我清军来强力扣弯 仙下官 岂能守得住 哎 李都帅倒是身先士卒啊 他整天的 打猎 赌钱 挑女人 打猎还有个守官的样子 简直是一群贼匪嘛 哎 他们在何处 侍郎在黄雾 猪霸在牧城 万里在哪渡 离这儿都只有五十里地 好 让他们明天一早物别赶到 是 国姓爷 我可不可以告诉他 你已回来了 可以 只是让他们不要传出去 是 你说是不是 我们这山里他就是这样 说下雨就下雨 好 请 请 哦 我姓爷 怎么样 我说是国姓爷到了吧 认输吧 国姓爷 国姓爷 这次算你们说对了 这小子傻人有傻 国姓爷 真是长久不见了 诸位仁兄 常年未见了 心中甚是想念 几次一去探望 但是公务繁忙 未能得出闲控 哎呀 别提了 有什么好不好的 整天在这深山老林里 不能失成疆场和满青来个一拼 哎呀 闷都闷死了 哎 况且还有李伟那个狗娘养的 他处处前置你 郭姓爷 我们都快急死了 哎呀 万里兄 你总徒嘴皮子痛快 别忘了 咱是寄人篱下 天 怕他个屁 清军来了 硬碰硬 大不了早日 死在江场上 难道还怕他离北不成 哎呀 没想到 万里还是那么一个耿直的人呢 哎呀 郭姓爷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我这个牛脖子 这辈子 哎 是弯不了了 哎 郭姓爷此番 赴仙霞关来 肯定是 重物在身 哎哟 还是大哥心气啊 咱们扯了半天 竟忘问了郭姓爷了 嘿嘿嘿 那还用问吗 郭姓爷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永贵 宣旨吧 各位将军 听旨 黄天成运 奉国姓成功 为昭讨大将军 及 仙霞关总都督 钦此 今天 我就算在诸位仁兄面前 正式挂昭讨大将军业 特请诸位仁兄来商讨仙霞关防务一事 如今清兵难清 进犯我朝 大军兵临官下 皇上指令我等 严守仙霞关 令我等 不得有事 仙霞关 是敏月之门户 于系我朝廷存亡 成功感受黄恩当此大任 唯恐有负 皇上之托 请大家多多扶住 请起 太好了 有国姓爷挂帅 我们再也不受这窝囊气了 国姓爷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万里 在所不辞 好 此事切勿张扬 这 国姓爷 为什么不能张牙 国姓爷 是怕拿草惊蛇呀 正是 哎呀 我的国姓爷 你来的正是时候 照现在这个仙霞关 根本不进清军的一击 国姓爷 方才万将军 讲的确实有道理 近来清军活动的 比平时厉害 这黄乌寨清军 犯官的次数也多了 兵也增加了 恐怕恶战 随时都会发生 还有我们那个都帅大爷 李大将军 还他娘的吃喝嫖赌 睡在梦里呢 不是我施浪夸口 我们这几个官 你尽管放心 要命的 就在仙霞关 我很快便去仙霞关 我想李伟 也许是玩忽之手 还不至于详清 三位人兄 怎么说 清军的精锐部队 已在仙霞关下了 据探少报告 清军确实是这样不防的 国姓爷 初来乍到 有些事难以预料 与末将看 仙霞领着六个关中 仙霞关 最为吃紧 再说 国姓爷一道 必然引起李伟的忌恨 他的手下耳目颇多 要是玩个鬼花招来 那是易如反掌 国姓爷 您可得提防着 国姓爷 眼下没有粮草 更是大事 九首此地 没有粮响 怎么能抵挡清军的攻势呢 皇上已派了粮响 过两天 即派兵到凤岭关接应 我一路又命人 筹集了一批粮食 一半天也就运到了 国姓爷 我将昨日海文探马禀报 这二十八都一带 已经有了清兵 万一他们打探了我们的粮草 中途被劫持 那不就遭殃了吗 二十八都绝不能丢失 一旦失守 运送粮响的道路将被截断 师郎 你回去后 速派二百人 前往二十八都住房 礼防不测 末将听令 这下官的事 全账诸位兄弟了 望诸位仁兄多多担当 我等身负重任 举足轻重 时应同情同德 聚首顾官 方不辜负皇上的信任与委托 若真长久固守 必得调整官房 末将有个想法 可能大胆一些 不知可说服 趁诸位兄弟都在此 人就不妨一说 目前清军来势迅猛 我军虽然居高临下 但是兵力单薄 仙下领各官 绵延数百里 大小关卡几百个 官官派人似乎面面俱到 实则捉襟见肘 同时削弱了主要关卡的兵力 纵然能抵挡清军于一时 却难持久 兵输云 兵不再多 而在于精 收尔锦则有力 赵石将军这个意思 是不是要把这些小官都拱手让给清军不少 即使让清军战去了 也无妨 反而集中精力 能够更好地守住先下官 不知国姓也意下如何 人兄此言 颇有道理 利弊得失事关大局 须从长计议 诸位人兄回营以后 务必加强防守 多射雷幕消防 重整军进 再不允许各行其事 要严防监系 获得给清冰 有可乘之计 我另派快马 报至湖南总督何腾交 请他在湖广一线出兵 使清冰 无暇动故 胡姓爷放心 我等生为大人 死为大名鬼 四位将军 军情紧急 新下官的防务 实在是令人担心 大家回去以后 去严加防守 不得有事 是 各位人兄 今日来到我张晋小寨 何不秀此小拙一番 为国姓爷接风 张晋 暂免吧 时间紧迫 需各自行动 改日再捧杯叙旧 各位人兄 意下如何 好 还有 李伟这个人心怀叵测 不可不防 你们回营以后 凡是他的喽啰 都另外关起来 封住他的耳目 留意他的动静 是 是 是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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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那人 你是谁啊 担住他 是 站住 你是何人 你是何人呢 说你呢 什么人 说 我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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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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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都 不 误会 您是独帅爷的朋友 也对欢迎 请 来 请 请 杜帅爷 杜帅爷 什么事儿 那边来人了 这么快 让他们进来 好 请 请进 请 送把 是 杜帅爷 杜帅爷 小的是从官下来 遇见都帅大人 何事啊 说吧 杜帅爷 杜帅爷 打速将军的人马都到齐了 都到齐了 把这两件东西交给杜帅将军 千万不要耽误了 是 谢都帅 还有 告诉他们 如果不出任何差错的话 三天之后 他们就可以入冠 去吧 请 快 快 站好 请 打速将军 您 请 看 王八 养的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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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姓姨 李宗盛 你这个王八蛋 我非杀了你不可 你他妈小兔崽子 你敢骂毒帅爷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你他妈等着我收拾你呢 是您呢 我骂的是强青的反贼 小王八蛋 清军都打到屁股门上来了 你还在这睡觉啊 王都爷 小心国姓爷来了 收拾你 国姓爷 你怎么知道国姓爷要来啊 我猜国姓爷他一定会来的 他妈了八蛋 好 你小子今天晚上你他妈的你等着瞧 杜帅爷 刚才那个事竟然让马官亮牙子给偷听见了 他怎么听见的 就您那个护卫亲兵 他知道马不吃叶草不肥的道理 所以每天晚上起来几次给您的马添料 他活得熟啊 不管多黑的天 他都不用打着灯 咱们谁能考虑到在那黑洞洞的马厩里 有你的护卫亲军亮牙子在偷听啊 这些事让他传出去 传到其他的首将 陈剑干回哪儿的脸 那可就麻烦了 这些人虽说是我的部将 但我这做都帅 难免有大祸临头啊 这样 传我的命令 就说清兵要大举攻关 三天之内任何人不能离开关卡 为止延办 是 去吧 是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不快去 小子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 就算咱们这消息不传到别的关上 可是要让仙侠岭千八百个弟兄们知道了 到那时候 可就有好戏看了 这帮孙子两个月都没关想了 一肚子是牢骚啊 他们在趁这个机会滑遍了 可就有好戏要看了 嗯 我看 要不然 咱们这样